周二深夜,世界杯分组赛A组莫伦打响,其中一场的对阵双方分别为厄瓜多尔和塞内加尔。 塞内加尔上仗立刻卡塔尔,迎来了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,全队上下士气大增,鉴于球队实力略胜厄瓜多尔一筹,相信塞内加尔能够一鼓作气,再下一程。 尽管厄瓜多尔目前录的一胜一合的不败战绩,暂时排在小组第二的位置,但莫伦对阵塞内加尔才是决定他们能否晋级的关键战。 以目前的晋级形势来看,厄瓜多尔只需要不输给塞内加尔就可以顺利进入淘汰赛阶段,一众将士必然严阵以待。 但当中需要指出的是,厄瓜多尔世界排名第44位,与塞内加尔第18位的排名相差甚远,这自然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。 从前两仗分组赛的表现来看,厄瓜多尔的发挥基本上合格,其中面对荷兰的比赛共出现13次射门,才有一球进账,同时也暴露出球队的问题,那就是射门效率相当低。 本届世界杯,厄瓜多尔阵中只有安娜。 华伦西亚一人取得过入球,进攻端对其的依赖性可见一斑,一旦陷入针对防守之中,厄瓜多尔的进攻牙火也不足为奇。 尽管塞内加尔失球数已经多达三球,防守表现平平,但不要忘记厄瓜多尔将要面对的是以卡列度。 高列巴尼领衔的后防线,而且门前还站住为车路士把守大门的翼。 文迪 如此一来,厄瓜多尔很有可能就此陷入艰难的作战之中。 阵容方面,中场谢西陈。 文迪斯停赛受罚。 对塞内加尔来说,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是困难的,皆因他们阵中缺少了绝对主力杀迪奥。 文迪,攻击力显然会出现下降的情况。 不过在首战面对荷兰的时候,塞内加尔反而是场上射门次数更多的一方。 后者依然具备住不俗的制造机会能力,但很可惜均无功而返。 次轮面对卡塔尔、塞内加尔的付出就得到了回报。 保拉尔、迪亚、法马拉、迪亚西奥和班巴。 迪安纷纷打开世界杯入球账户,帮助球队拿下至关重要的三分。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球队进攻端还是有一定的底蕴。 论进即行是,塞内加尔并不占优,暂时排在第三的位置上。 但好在塞城安排令他们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如果想留在世界杯就必须在莫伦敲响胜鼓。 打合都不足以保证他们拿到进入淘汰赛的门票。 由此可见塞内加尔金杖战役会更为强烈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以上仗的正选阵容位力, 塞内加尔绝大部分球员在五大联赛球队效力, 足见他们无论是脚下技术还是精神属性都会远好于厄瓜多尔。 有限即此,此番不妨看好塞内加尔迎波晋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